新的賽季 俗話說得好 老寶健寶 歡迎收看我們傳說有三寶 聽說新的賽季非常多 我們現在不是說馬上來看新的一集 繼續給大家看下去 OK 首先第一位同學 他的選項的名字叫做 新賽季就開眼 這是新的一個賽季 我是上過第二次了 這位同學 不讓打野就送信 我記得 沒記錯吧 他的名字是不是上過 他是不是上 他自己好像也是這樣 幹隊友的打野 幹隊友的野區 對不對 我先跟各位說 雖然現在打野刀 有那個 就是要怎麼說 有那個新的BUFF 就是如果你隊友在旁邊 攜帶隊友在旁邊 就算你被尾到刀 他也一樣會有疊成 問題就是 那是一個BUFF BUFF不會轉移到他身上 所以你拜託 而且再來就是你這隻小野怪 你也沒有等隊友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各位 我必須我 平心而論 你今天如果你射手要吃打野的野怪 是可以的 但是 不是 有個蛋出 但是 必須是在 中後期 你在前期你直接幹隊友野區 我想 我想真的你很容易讓他掉節奏 而且你也沒有發揮到那個 打野刀的效應 然後這樣 這個紅BUFF是不會轉移 就算他有疊成 但是紅BUFF直接到你身上 那你也沒有跟隊友溝通 對不對 隊友一定也不爽 對不對 那你 等一下他還有下個片段 OK 然後再來就是你看起來這場 你也是不想 你也是不爽玩嗎 你的這個出裝 看起來 你的緊 看起來 不是特別好玩 好不好 你給我出幾頭鞋 第一把大 第一把大裝 直接試血功 你是要怎麼打 你是要打三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你出幾頭鞋應該就是想要Rush自己 隊友的中兵 然後再洗一下隊友的 那個什麼野區嘛 對不對 我上次就講過 就是 就是 你就只是把自己困在一個真的 你就不喜歡 不喜歡的環境裡面 然後你看 你又上我們節目一次了 這個 又讓大家笑話了 你不覺得 沒什麼意義嗎 就是你一直把自己困在這個 自己就不舒服的環境裡面 然後你讓對方也不舒服 然後這個環境就是會 越來越爛 就因為你這種人 就把你講白 你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你還要被大家這樣子嘲笑 又是他 又是那個 這個不用代理就是這種人 沒必要 好不好 叔叔奉勸你一句 真的 改一下 今天沒有位置 沒關係 跟隊友有溝通 我也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man射手跟中路 那有時候我就是 可能 隊友不想讓 然後隊友可能也不會其他的位置 那我就摸摸鼻子 可能我就去打個邊線 雖然我邊線打得很差 但是我一樣 就是我會 盡我所能玩好自己的路線 沒有必要這樣說 可能就是今天隊友可能就是 路線 可能就是他就是 真的不會打其他路 他可能就不想讓你 那沒關係 大家都是有嘴巴 都是可以溝通的 我相信你的實力應該也不只這樣 只會打一路吧 應該還有其他路線可以玩 就是 唉 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愛 包容 謝謝各位 我們就來看下面一位 他有給兩張圖 他問我們說 找找看哪裡不太一樣 我一眼 這個應該是有長眼睛的人就會發現 怎麼有六個電腦 為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你這是打字定嗎 對不對 OK 他說他是打字定 而且這是改版更新過後 然後他說他選了五個電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一個電腦 真的欸 等一下依照我常年使用Photoshop的這個眼力 我來看一下喔 這應該不是P圖 OK 他們還有他有附另外一張圖 我來看一下 好的 那就是 沒有錯他遇到 他打 他應該是開字定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多出了一台電腦 我來 我們剛剛 就是 這個什麼 選電小編有來給我們看 就是 確實 是沒有辦法使用 就打字定的 怎麼沒有辦法使用六台電腦的齁 就只能五台 這裡 就只能五台 各位你們自己去測試一下 我們目前測試是 只能用五台電腦 就是當敵人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敵人 竟然有六台電腦 雖然這個Bug 就 不會影響到說 遊戲的公平性 但是問題就是 這畢竟還是Bug 雖然是電腦 但是畢竟還是Bug 還是請個人趕快來秀一下 OK 我們繼續來看 感謝你的投稿 OK 再來這位同學 要我們看 他上面 選件的人說 他上面寫說 博盾的大可以被解 這是新版的博盾 我來看一下 OK 博盾的大 沒有啊 他是用凝霜躲掉的 三小 欸 選件的 老編 你把手機拆掉 這個那麼明顯 他是凝霜啊 他在快到 你自己來來來來 各位可能你們那個 眼力 叔叔因為長期呢 走在街上 用那個 在健身房有沒有 就像你男朋友 用斜眼在那邊 看沒的那個眼術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個莉莉安準備 要被包的 那一瞬間 啾 有沒有 他是不是有個冰塊 有沒有 他是冰塊 他按了凝霜 他按了凝霜 不然他就被包起來了 他誤會 簡見的 OK 在這一位說 看到傻眼 OK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是一隻 爐 不是 他是一隻這個安奈特 他是一隻安奈特 他叫做Snooby Dog 不是啊 Snooby 告白 然後我們去來看一下這個 他幹嘛 他是要 哪裡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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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對方上路跟下路沒有清兵喔 我跟你講對方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事物 他上路跟下路沒有清兵 他想用中路嗎 中路有一隻凱撒是不是 他想要直接用中路 但是應該要有一個人回家喔 你家要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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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BBQ了 完了 完了 哎呀我就知道 完蛋了 真 哎 哎 哇 Oh my God 哈哈 他叫好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哈哈哈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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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凱撒進去了 勇直接把他給頂穿了是不是 哇 不是吧 沒有人去限制那隻勇啊 哇 然後 然後第一時間 反正也沒有直接過來點主堡 反正應該直接月塔過來 直接過來幫忙點主堡 好不用理這個下路 因為這個下路本來就不重要了 直接月塔過來點就贏了 哇 就差一點耶 差0.1秒 對吧 對啊 他甩下去了 結果哇 剛好他主堡也爆了 我真的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OK 再來我們看了這一位 他要我們看的是 克里希同學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呃 你應該是想要抓他 做一些什麼怪怪的事情吧 我來看一下他做什麼事情 喔 哇 蛤 等一下 蛤 什麼東西 等一下 我有一個疑問 他怎麼知道有人在裡面 我看一下 他有沒有什麼西路卡 盧蜜亞那種角色 沒有 都沒有 然後靈靈在這 他沒有他的 他沒有敵方的視野 可能就只有這隻蘭朵的視野 直接這隻蘭朵視野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那個 繞出去的那個燈子往這邊照 所以他應該只看到了蘭朵 他不知道其他 可能莉莉安在哪裡 他完全不知道這隻莉莉安在哪裡 的情況下 他直接 瞬移挑這個草 然後一技能直接給他放吧 等一下我先有 回個第一個疑問 你怎麼知道那邊 那邊 有一個人 而且你怎麼確定只有一個人 你知道我 各位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除了 說 你怎麼知道這裡有一個人以外 我還會問說 為什麼 你會 確定那邊只有一個人 因為這邊只有一個人的話 跟兩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來 各位 教你一個觀念 這個人 你要不是 通天眼 要不然就是你 觀念有點差 要不然就是 你根本就是 超越職業級的預判 然後我必須說你的招 就是放得0分 首先你的招是放得0分 然後再來就是 來 各位 在第一時間 你完全沒有這邊吵的事 你隊友也不在 你身為一個中路 你直接這樣子走進去是超級無敵 危險的一個動作 你根本就是不知道 這邊有沒有夸克 這邊有沒有莉莉安 你就想喔 只要有一隻莉安 蹲在這邊 他看到你二一 大絕上去 抓你一下就死了 對吧 你會被秒殺 所以你完全沒有用力 你的技能來去探草 第一點 很奇怪 再來就是呢 你直接挑他 更奇怪 你根本就是認定了說 這裡面一定有一個人 不然你不會做這種動作 不然你不會做這種動作 我確實蠻奇怪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一技能放得有夠技能 有夠技能 有夠技能 直接 歪掉 這是三回 這個人 要不是他通天眼 要不然就是呢 你不會玩 喔 要不然就是你不會玩 哇 或是你兩個都有 OK 我們就來看下面一位 OK 再來這一位呢 他說是一個新的Bug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同學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雅蓮 好 雅蓮怎麼樣 難道他可以霸體躲招 沒有 剛剛是開兩張嗎 怎麼會長這樣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看一下 好險他是開重播的 我看一下喔 他的招 開了大學之後 進入CD 掉下來 有點20秒 又可以開支 會這樣 啊怎麼會這樣 給他 Garena 怎麼會這樣啦 欸不是你 你最近改版更新 怎麼那麼多Bug吧 我發現現在Bug 比開圖還要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Bug 基本上有點像是 遊戲執行內建的外掛 那種感覺 就是 這個 已經觸發了 基本上你會 變得很奇怪 你整個遊戲 就變得很不公平 所以 秀一下吧 Garena 這個 就不用抓開圖 但是投稿Bug了 越來越多 你要不要秀一下 這個人開了兩次大 天啊 不然他早死了好不好 他早就死了 等一下我們選劍的小編說 雅蓮開兩次大的 有六個人投稿 他只選了一件 因為有六個人投稿 都是雅蓮同時 雅蓮可以一次開兩次大 類似的素材 就是雅蓮開了兩次大 所以代表說 現在這個Bug是存在的 各位那修一下 我相信你們的執行能力 應該不會等到 我出照這部影片的時候都還沒修到 因為我們剪輯需要一段時間 大概 在你看到我在 故事這一個影片的時候 也是上個禮拜的事情 那 希望大家可以修好囉 我們傳輸有三寶 老寶就寶 199942寶 我們下集見 掰掰